大家在祖里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已经是星期二,6月9号,那东方已经进入了下午,感谢赞美主,大家要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好,要记得远远的感恩,远远走真一路,远远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要抓住主耶稣的手,不只是牵着主耶稣的手, 要记得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力,存意存心,就爱我们的上帝,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人家怎样对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对待人家,感谢赞美主,那主耶稣给我们两个大见面,就是爱神爱人,然后讲过了,就是爱上帝,存心存力,存心存意,就爱上帝。 好,那现在,谢谢弟弟华强先来的李秘之良,今天的李秘之良,我觉得很好就解释一些关于良心的事情,就是无亏良心,就没有亏欠良心。 那,谢谢Kelvin upload在YouTube里面,不只是upload,我这边,神用我的举巴讲出来这些信息,也用Katrin的,也uploadKatrin的意向,跟她讲的,分享的,所以感谢赞美主,谢谢你,Kelvin,辛苦你了。 还有一个就是,谢谢Katrin,每天很努力的祷告,定情于主耶稣,让主大大的使用她。 好,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一起要回家。 那现在,我就先读李秘之良,然后就分享Katrin看到的意向,解释一下,然后就我看到的意向。 OK,那无亏良心,就是没有亏欠良心,就是6月9号的李秘之良,这边讲到使徒行众24章第16节,讲我因此自己免利,对神对人,常常都存有无亏的良心,没有亏欠的良心。 还有一篇这边,大家有时候我读的时候不顺,因为眼睛的关系,现在眼睛真的就怎样不是那么方便了,所以大家请原谅。 人的心是比万物都狭窄,都坏到极点,也立明第17章第9节,但在人心里另外有一件东西叫做良心,虽然名称差不多,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良心是人内里面的一种功用,也叫做是是非之心。 罗马书第二章第15节讲到,是神放在人的里面的另一种没有形状的律法,也有人称作良知、良能等,不过圣经中一贯称作良心或天良,就是西伯来书第10章第22节,有时候人说某个人良心恶, 那是说错了,那是说错了,那是说错了,应当我接下去。 那是说那个人的心恶,而那个人的良心并不恶,不过已经失去了功用,是否赏识禁忌了。 所以一副所书第4章第19节,刚才西伯来书,刚才的西伯来书,现在是一副所, 有的如同被热铁灌了一样。 提摩泰前书第4章第2节,有人故意将良心丢弃。 提摩泰前书第1章第19节,不听良心的声音,不理良心的责备,也不管良心的劝告。 然而,如果不听良心的劝告跟责备,将来就要被定罪了,受惩罚。 良心就是见证人之意,显明你的罪恶。 所以今天能听到良心的声音,听从良心的判断,使良心没有亏欠。 讲到这边听,讲到这边,使我想起,我是昨天下午就准备了一首诗歌, 然后呢,就注意到这首诗歌叫做什么,就得什么。 所以我就放上去,是下午大概是4点多,就准备了。 然后呢,刚才大概是7点多,这样7点多,8点多。 那我的弟弟的话,这样就先来这个灵命之良,所以他们是有灵界关系的。 所以我相信神在教导我们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要神圣,要圣洁。 所以Catherine也听到,Are you still keen?你圣洁了没有? 那我这边就听到,也看到,Are you clean? OK,Are you clean? Clean? Very well。 好,假说这边讲说,有人故意将良心丢弃啦,不听良心的声音,不理良心的责备,也不管良心的劝告。 然而如果不听他的劝告跟责备呢,将来就要定罪受审判了,良心就是见证人之意,证明你的罪恶。 所以呢,今天能够听到良心的声音,提起来听从良心的判断,使良心无愧,将来才可以在神的面前躺然无惧,就可以害怕了,也对得起任何人。 如果良心有亏欠,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一件事情做错了,对不起人家,良心在灵面就责备起来,是挡当不起的,如果所得罪的者已经不在了,没有办法去道歉了,去赔偿了,就挽回了,良心一直不安,感到非常耗悔。 那是痛苦,是如剑之心,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一把剑撤到心里面。 我们的罪神也是如者,趁着现在赶紧认罪会改,求主的宝血,挤尽良心的亏欠, 亏欠有圣灵的见证,良心才能够平安,才可以平安。 良心如果有亏欠,就是有罪的证据,将来一定要受亏欠了。 所以大家有时,现在还有时间,就赶紧一切不良善的,或者是以前有做错的,就赶紧会改,什么是会改,就是知道自己错,认罪在主的面前,认罪,然后不再去做了。 如果需要的话,还是做不好,还是里面还是有一点亏欠,就有可能就跟对方讲对不起了。 OK,每个人都有做错的,所以做错是很平常的事情,当然是最重要,这是要悔改,不要继续下去。 尤其是对神,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得罪了神,一定知道的时候,圣灵来提醒我们,我们就赶紧会改,不要再继续得罪下去。 好,大家继续努力。 那6月8号星期一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我看到,就是6月7号有看到神的手,拿着一把黑色的marker,就是要把它marker,记下来。 然后也有,那第二天,昨天早上也有看到红色的marker,就是要把它记下来,OK,很重要。 那什么意义上看到这么重要呢?要把它记下来呢?是一个很大的转机,转变号。 那大家看第一那边是什么呢?就是6月7号,OK,6月7号星期日,星期日的晚间9点40分, 我坐在这边,坐在这边就是,大概准备whatsapp这些,然后我就看到,当然在whatsapp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一边也闭起眼睛,听大概听video吧,听圣经节还是什么,那就看到,好像是圣经节,或者是唱歌,没有写,OK, 就看到天堂,就是这样看我的灵里,就看到天空上面,天空上面那个天门天堂那边, 那个天门,也不是天门,天上的窗口啊,开了三个,三个一排,三个一排就好像我画的这样,三个一排, 然后有看到三个人在那边,OK,中间我相信就是阿爸父,那像这,我这样看过去,我的右边, 我不是左,右边,右边,OK,当然你说主耶稣在父的右边,在父的右边,就是主耶稣是父的助手, OK,那我这样看过去,主耶稣常常在我的右边出现,所以我这样看过去,他也是在右边,那他的窗角是黑色的,黑色就是主耶稣现在作为我们的祭司, 祭司,然后在另外一端呢,另外一边,就是阿爸父的另外一边,就是我这样看过去,左边就看到圣灵,圣灵会个子比较小一点,OK, 真的看到就个子比较小一点,所以天堂的窗口,窗门开了,看下来,阿爸父,天父,天子,圣灵都看下来,看着我这个方向, 就是看下来这个地球,那所以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过,三个窗口一起开, 然后看到天父,天子,圣灵在里头,看下来,这是第一次看这样,这种的一项,好,我相信是现场的,为什么呢? 他就给我看到了之后,他就慢慢的消失了,慢慢的消失,慢慢光起来了,好,接下来旁边呢,是昨天早上六点四十三分,看到主耶稣,可以讲他坐着那边, OK,就在那边有头,就是头没有看到那么清楚,就知道是主耶稣,然后身体这样下去,之后呢,就是这个看到主耶稣之后, street away,right away,立刻之后就看到的爱人,的爱人,就是说主耶稣的爱人,OK,我们大家都要成为主耶稣的爱人,OK,主耶稣心爱的子女, 主耶稣心爱的心娘,当然心娘不是说你自然的是,新娘心男就是一个比喻,就是主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那我们跟着新郎的话,我们远远不怕没得吃,没有工作,什么都供应了,都供应了,结果就是非常幸福的人生,直到远远,主耶稣走到远远,我们就到,直走到,他牵着我们的手,走到远远啊, 他我们有什么,怎样,主耶稣忘,什么都有,对不对,所以你不会有缺乏什么,什么都不缺的,什么都不缺,因为他是我们的新郎,OK,就像一个家庭,有新娘,新郎,OK,有父亲,有母亲,有父亲要去赚钱,OK,父亲供应的一切,OK,给家人,对不对,当然现在的时代母亲也有上邦, 因为父亲赚的钱,或者是说两个一起,结果父亲就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也要跟主耶稣配合,叫上新娘跟新郎配合,那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配合, 往往往在人生当中很多不如如如意的事情,神都有美好的旨意,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些方面有缺乏,主在指导我们,圣灵在引导我们,所以要很谦卑的来,让神的引导,让主耶稣的带领 走到永恒,走到永恒,好,接下来是我旁边那边有写作,8月6号Market就要记下来,那6月,对不是8月6号,是6月8号,6月8号到6月30号,就从8号开始算起是23天,6月是30天,然后7月1号第一天, 然后算到第45天,就是7月15号,加起来是多少,23加15就是38,所以之前有好几次看到38,也有看到38过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阿爸父天父天子圣灵,同他们自己的窗口那边看下来,看到这个世界这么乱,人心邪恶啊, 做国家领袖都非常,很多都非常邪恶,叫上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自私的不得了,人民都被他们带领走错路了,好像这个警察这么邪恶,为什么?因为国家的领导人就这么邪恶嘛,对不对? 当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所以为什么会到今天,所以天堂心上看到真的不能够了,一定要回家了 当然上帝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一切都知道,而且他好像有审判这些,因为审判是带预言,这种预言开始,预言是带来审判,预言是带来,对不起啊,预言是用来祷告,OK? 审判是用来悔改,悔改了,才有救恩啊,感谢赵美旧 好,大家继续看第二那边我就有,那天堂那边是6月7号,那就是7跟6接起来,记得吗? 金色上面,然后下面是蓝色的啊,就是6月7号,天堂开了啊 第二那边是看到是9点33分,昨天早上看到是,是就是天果啊 然后又有看到苹果,苹果,苹果,一小块苹果而已,那个它的中心向着我们这个方向啊 那另外一端啊,只剩下那个苹果,完了就是回家了 那接下来,苹果是圆蚌的,苹果是圆形的啊,而且是很蚌的 所以就配合Catherine看到的一项蚌这个字啊 所以苹果是蚌蚌的,但是只剩下现在,就后面那边吃完了 就是整个圆蚌蚌蚌的都亡了啊 然后第三那边是看到,这个这个长方形在底端是代表这个地球 上面的是代表天星天星地 那中间呢是这个WhatsApp的那个,我们这个WhatsApp不是有,我这样写 呃,不是有青色的,然后有个圆圈,有logo的,有个人在那边有箭头,还有个圆球这样走过去,对不对? 这是WhatsApp的messaging啊,然后就看到一样一样的是青色,当时里面有一笔,不一样就是一个放圆形,然后这条线过去,然后就有一个圆形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圆圈就是一个月啊,一个月啊,四五天,四五天 然后,起头那边有个一半的月亮啊,放圆形,那就是十五天 那就是我们现在六月一号到六月四五号就是放圆圈,放圆圈我们正在走着 所以为什么他借着这个线走了?借着这个线,就是我们在啊,半个月,一个放圆圈啊,是一个,一个圆圈是一个月啊,放圆圈是半个月啊,六月的半个月 前个半个月已经在行走啦,现在在行走,好 啊,行走,那接下来就是进入第二个星期,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月啊,好像很长的时间 当时我们只有等待了啊,好不好?还没有准备好的,就有准备 那接下来看到马克已经讲过了,好,接下来就看到什么? 万地写下时间哦,不要紧,就是神在那个啊,你知道吗?就是什么啊,tube这样啊,或者是瓶子这样啊,他就啊,如果是blush的瓶子,好像我们的kits up,kits up,kits up是什么?啊,放圈酱这些,你不能,不是有时候把它粘一下啊,他就粘一下啊,善儿主就拿着这个瓶子,把它粘一下啊,他的油就出来了啊,油就出来了啊,油就出来了啊, 那之后呢,就看到一个画面就好像啊,后来我才发现是,我先给Kelvin这个啊,呃,呃,每一天他啊,呃,他uplog在YouTube里面,他有先一点message给我说,他已经uplog了啊,那我就呃,回应给他,回应给他,通常我会这样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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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伸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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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爱他 上帝爱主耶稣 主耶稣爱Kelvin 也爱大家好不好 所以 其实也是可以表示说 神每一天新的信息 生出去给大家 是主耶稣的大爱 我相信这不只是给Kelvin的 现在当常现在给 当我在讲话的时候 就是给全部的人 尤其是给Kelvin 给我们大家从不认 就是说每一天的信息 是新的信息 从天而降下 这是主耶稣的大爱 所以我们不能够 说要听就听 不听就不听 那就失去了 忘记了 没有感恩的心 没有对主耶稣的大爱 除非你的华语 真的听不懂 好像我的儿子就很糟糕 没有读华语 他背后又有一个原因 那时候我们经过很痛苦的日子 然后遭遇到很多 所以就把他放在 马爱文的学校 所以华语就没有读过华语 只有一点点而已 我的女儿也一样 但是他们几十年来 他们我可以讲说 他们都是蛮有爱心的 爱上帝爱人 好接下来第七那边 只看到我的女儿就这样跑过来 到墙壁那边要关灯这样 那我问圣灵 问主说是关灯还是开灯呢 他说是关灯 他是代表圣灵就跑过来 要关灯了 就是这个关灯了 是什么 好像上面讲的 OK 要忙了 忙了就要恩典 信心不是恩典吗 Catherine看到了 就恩典忙了 要回家了 主耶稣的救恩将要收回了 好 接下来就看到一福一役 两个长方形 上面还没有 下面写着一福一役 是什么呢 那给我的聪明智慧 就是一福是八话 这个上面的 他就关照着上面的福 就是八话 那一八 一再加八 就十八 一八十八 然后后面的一一就是十一 十一就是背题了 那如果是六月二十八号 就是之前看到的日历 是从六月二十八号 这样画下去 我看到日历是这样 旁边有画了 再接下去 整个七月 对不起 不是六月 六月开始 六月二十八号开始 到七月尾全部完了一面 一面 到六月二十八号到七月四五号 是十八天 OK 就是后面的十八天就被提回家了 然后呢 之后昨天早上也有看到两个男生 一个面对我 一个脸像东方那边 在后面 在后面那个 他们的身 他的衣服 上个话讲 是不是男生 对 他们的衣节是 很漂亮的 男生 那个男生 向着我这个方向 是年轻的男生 很阴沉 帅的男生 他的手呢 就指着 一边手指着东方 OK 一边手就向着我这个方向 OK 就是叫我 你们看 你们看 OK 你们要定情于主耶稣 OK 定情于主耶稣 主耶稣从东倒行 所以要仰望着主耶稣 不要看着这个世界 或者是说很多烦恼 或者是很多忧虑 或者是很多愿望 或者是很多亏欠的事 不要看着这些 也不要说 说你 哎呀 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得好 现在后悔来不及 不要去什么后悔来不及 现在没有时间 现在有时间就是要 定情于主耶稣 看着主耶稣 走过每一天 牵着主耶稣 就走向前跑 OK 哪里有一个人 没有做错的呢 所以做错就要会改 就要继续向前走 不要一直向后看 然后这个年轻人 是有戴眼镜的 戴眼镜的意思是什么 是看清楚 看清楚眼睛萌 要戴上眼镜 要看清楚 看清楚什么时间 不要这样 一直向后看 好 接下来 第四那边就是 先听到声音 讲说 这个声音说 some kind of a whole state state的意思 也是可以讲说 一个国家 然后就看 之后就看到 长方式里面 写着state state state就是国家 我相信是国家 不是州 也有 也是州 也是国家 我相信是讲说 我们 从部 我们这些华人 就是从一个国家 到新天 信地南一档 也有国家的 叫像 万国 神的名称颂万国 在万国称颂 就是 就是有新 奇事录里面 也讲到万国 各个国家 所以在 新天 那一档 有一个国家 我们去的是叫做 我相信叫做中国 然后叫做中国 所以大家 不要讨厌中国 我们要丢得起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祖国 是中国 我们是华人 是从中国来的 有些人 还在中国领头 是感谢 他们一句 是一点恩事 还在中国里头 中国如果 回去历史的话 我们中国 没有对不起别人 很多时候 叫做世界 第一次大战 第二次大战 都是被西方国家 害得常常的 所以自己 华人就要爱 自己的国家 好不好 很多华人 从中国 一句出来 我看到我就很 你问我的女婿 我常常都摇头 为什么 真的他们不懂得 珍惜自己的祖国 好 当然他们中国那边 一句出来 钱贷了很多出来 很多很多钱 贷出来 OK 其实中国 不用不用 欠这么多钱 但是很多钱 都被这些人 有钱的华人 一句 一句过来 加拿大 尤其是加拿大 美国这些 带了很多很多钱 有些是 亿万的钱 出来 所以 真的很亏欠神 亏欠 祖国 中国也亏欠神 那接下来 第十一那边 就是看到 好像主的手 主的手 哪一只手 是 右手 右手那边 他就 动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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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部 就是恩典 那动了动 是什么 好像是说 要准备好回来 要准备好回来 那接下来就看到两个bucket 就是桶这样 水桶这样 或者也不是水桶 就是好像basket这样 桶一个桶 很漂亮 圣白色的桶 然后里面有一张纸已经在里面了 然后看到圣灵就放到另外一张纸进去 是白色的纸在里头 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 就是大概 代表我们的分数多少 每个人拿的分数多少 纪律在里头了 OK 还有那个bucket 还是basket 只有双层的 双层就是双倍的奖赏 双倍的奖赏 所以希望大家都得到双倍的奖赏 那就 就有多一点纸张进去 我相信是这样 但是可能这个 最后我看到他放进去 这个白色的 大概是我们一大群人里面的名字吧 也有可能的 OK 所以就是每个人不要去想太多 就是继续努力 OK 应该做的就把它做得好 OK 那当然我们做了要线上最好的 不要说哎呀主啊 你什么都有啦 我要做不做 你不要怎样 让丽丽自己去做啦 OK 让其他人自己去做啦 我 我做别的啦 OK 我去 怎样讲 我去做别的事情 就不行啦 对不对 我们是疫情的人 所以疫情的人就疫情同样的一个心 那每一天的心情一定要懂 OK 一定要听才能够侍奉主 对不对 如果有听没有听 哪里能够跟着我们疫情 带领人家进去江南地的 对不对 所以丽丽是很需要大家一起带领大家 OK 好不好 感谢赞美 这是丽丽的心愿 也是主耶稣 也是上帝的心愿 就是大家都是灵袖 好 接下来 那你说真的吗 丽丽 我一定要有这样 如果今天我没有希望每个人做灵袖的话 我不能够做 不能够代表主耶稣来讲他的话 也代表圣利来讲他的话 不能够 因为一个人的心上帝看得一清二楚 你的心是怎样的 你结出来的果子 你种什么 你的果子出来的就是什么 OK 所以就很清楚的嘛 第十四那边就看到苹果 苹果是看到底端 已经看到底端 苹果 为什么是椭圆形呢 东方跟西方两粒加起来 或者三粒加起来是一个椭圆形 所以 东西加起来是一个椭圆形 好 接下来 有没有看到 就下面那个了 我先讲 就看到 好像我的小针子 大概我女儿是谁放下来 或者是一个小孩子放下来 躺在地上 要把他换代表还是什么 就放下来 然后这个小孩子的脸是向着外面 不是向着我里面 是向着外面 就是说要出去了 然后他的上衣是有一条线一条线 青色的一条线一条线这样上来 青白色青白色青白色这样 就是讲说我们这最后的几个几段 几个星期就回家了 接下来四五那边 也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她上衣是白色 她的裤子是蓝色 这样一点灰色的 她的脚蛮长的 但是就是没有地方就画短了 她的脚 就是左脚 就是left leg 她有四个脚趾 是有一个绳子这样 黑色的绳子 或者是绳子可以讲 是一个带子这样 把它绑起来 我相信是讲到最后的四个黑天 我有时候想到 这个四个黑天 是不是很恐怖的 地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很恐怖的 所以这个四个黑天过后 我们就赶紧回家了 好 接下来 昨天早上 看到我的大孙子的脚 她在洗碗盆那边 而不是洗碗盆 洗脸盆那边 然后看到她的脚在动 在动 然后她的 就是说注意注意她的裤子 她的裤子呢 就是白色的裤子 带有黑色的一点一点一点 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里头有几点就代表几个人已经线上自己了 所以天堂都有纪律 好 其中两个还没有讲到非常重要的意象 是什么呢 好 我就讲到这边 因为看到十八 是谁的脸 OK 我当然画不像了 只是一个 也不是随便 我尽量画就是不会画出来的 我不会画人的脸像 那是撒姆尔先知 就是撒姆尔 今天的圣经 圣经我们读到 Samuel 我们今天要听 撒姆尔前书 撒姆尔艺书 前书 那撒姆尔 大家都知道她的故事 她的母亲 他不能够生孩子 然后她去圣殿里面 祈求神 然后说神啊 你给我一个孩子 我就献上给你 然后真的 这个Samuel他出生之后 只有几岁就献上给主 放到圣殿里头 跟Eli Eli这位信职 Eli一起 长大的 然后好像是 差不多十岁这样吧 一个晚上 Samuel 睡到晚上 他就听到人在叫他 他认为是他的老师 祭司 伊莱叫他 他去找伊莱 伊莱说没有啊 然后第二次 第三次 伊莱说 如果你在听到的话 你就说 主啊 我在这边啊 OK OK 所以Samuel Samuel是 司事 应该是司事嘛 就是judges 他是最后一个judge 他是最后 他是一个祭司 也是一个先知 也是一个司事 一个judge 所以是代表上帝的 所以今天 昨天就看到 当我在听到这个video 这个video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脸 这个脸 然后当然知道是上摩尔 大家知道之前有看到摩西 有看到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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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的耶稣 摩西 很清秀的脸 那时候我看到他是明老的时候的 脸 然后又看到大卫王 又看到其他 我也完全太多了 又看到野利米最近 对不对 最近是野利米 然后现在是沙姆尔 为什么沙姆尔呢 沙姆尔是很小就献上给主了 这一次的背题就是小孩子献上给主 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几千年来 人类都是败坏的 把自己的儿子子女生下来 把他杀死 献上给魔鬼 这一次几千年来都有 现在还是在发生 在美国西方国家 尤其是西方国家 还在发生 他们是败魔鬼的 那我不知道中东 当然中东那边也应该也有这件事情 亚洲呢 说法我还没有听到 我相信 好像说小孩子很大了 孩子把他残杀 就好像堕胎 堕胎很大了 还在这样就是献上给那个魔鬼 撒当 所以千万不要躲胎 好 讲到这边 当然西方是真的 小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几岁了都献上这样 很多小孩子不见 去哪里呢 就是这些邪恶的这些人 把他们杀了 献上给魔鬼 撒当 好 其实很多亚洲的小孩子都不见 很多都是这样 被人这样 做这样的事情 讲到撒母 他的脸呢 不是长方形的 就是好像我们这种 怎样讲 严形 怎样 比较严形的 他的胡须 我注意到他的胡须是卷卷的 很长的 盲茶的胡须 他盲亮光的 这样照着他的脸 当然这个是好像一个照片 这样 没有看到他有举动 有专开举霸 灭眼睛没有 我相信不一定他现在看起来很年轻 还是怎么在新天新地 对不对 这是之前他的照片 就给我看到撒摩尔是怎样的脸 然后我去Google search 撒摩尔很多 有些人就讲撒摩尔只活到52岁 有些人显到98岁 给我看到的98岁才是比较适合 我看到脸差不多有80多90这种的脸 倒是很强壮的 很健康的脸 所以撒摩尔不只是活到中年 他活到老年 所以感谢赞美酒 接下来上面有没有看到一只只公鸡 这公鸡飞下来 很高这样飞下来 又像是老鹰一样 所以很难画 所以我画的当然不像 当时只是一个画面 他后面的蚁毛 我看到后面的蚁毛是紫色的 他的中间带有橙色 又有红色这样 所以我只记得他的颜色而已 像公鸡这样飞下来 又像老鹰这样飞下来 是什么意思呢 OK是昨天早上11点41分 就是说主耶稣现在在像公鸡 这样一直在叫了 一直在叫了 一直在天堂 一直在叫了 圣灵一直一直在叫了 一直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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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大家醒来 不要再睡觉 醒来 不要再睡觉 然后这样飞下来 就像老鹰 到时候他像老鹰这样 就老鹰这样飞下来 通常是一下子就抓到东西 一下子就抓到动物来 要吃的他的食品了 所以当时我们的主耶稣是 一下来就很快的抓我们上去 带我们上去了 所以其实主耶稣也出现像 死者也像老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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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